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星期三晚上2月16日的大院友樂 上集跟總理拍檔去大榮玩吃東西 今集多謝總理 因為一放工就馬上來了 但我很難睡 今早早的Morning Glory到現在 我6時起床已經有14個小時 還要晚上講錄大院友樂 辛苦了 也挺睏 還有今集的議題 牙刷戀馬斯食力簡 我完全不想地退 不要這麼說 我真的不行 因為我不賭馬 如果我以普通的主流媒體去這樣說 其實今集做什麼事情 第一我不肯懂食力簡 第二我不肯像旭敏那些跟他有交情 那我也沒有交情 我也有馬味 但如果我要用資料裡面的角度去看 那大家上互聯網就看好了 或者這樣說 香港馬圈裡面有三個人 即使是不賭馬都認識 第一個是董彪 有人不賭馬是看賽馬結果的 當然是屌人 第二個是選名詞 第三個才是高東 OK 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一定聽過 食力簡 我很記得80年代和90年代頭 那時候的鋒芒會頗多 沒錯 因為他七八年出道 開始做電話師 連續就有 是不是連續贏五屆呢 他不是連續贏五屆的 他有五屆的 從七八年到零三年 二十五年肝鏡裡面 就贏了五屆冠軍 就贏了五個打比 都不是連續的 就是分開的 如果連續就很誇張的 當然 做一些冠軍騎士 即他的馬房裡面 那些馬主交給他的馬 經他訓練過 即是借了FIT 他是這樣的 他是很過癮的 他說 你的馬進來那裡 就要入倉費 即是妥底錢 他那次在教主的節目中說 然後教主說 說不說可以的 不要緊 即是封禮時 即是好像老師接學生 又給學費之餘 你還要懂得做 沒錯 即是譬如你進入名校 早幾年禮就沒有人進入 早幾年禮就沒有人進入 早幾年禮就要給查錢 或者送些東西給校長 校監等 你想進入馬選的倉 他是大倉 他就要給十萬八萬 那是幾十年前 十萬八萬 他才肯收你的馬 你肯給 還要你的馬 幫他賺到錢 因為他說 你們做馬主要威 我就負責要錢 那你的馬幫我賺不到錢 你又不能威 那大家就無謂要了 那我又賺不到錢 你又威不到 即是waste of opportunity waste of time 因為他每個馬房 是有練馬的上限 所以他就不可以浪費他的位置 那我想請教 真的 你不要問客套 我真的不認識 我問一些問題 如果很笨 你可以指證的 各位老友也要寬恕我 就算我博學多才 我總是有點不認識 那如果馬房 說到好像食力簡 那些馬房那麼厲害 全勝可以最多有幾隻馬在裡面呢? 現在就好像是六十五隻 六十五隻 以前比較少 以前好像四十多隻 因為現在羊馬量多 以前香港只有幾百隻馬 現在香港有過千隻馬 我沒有記錯是六十五隻 或者可能我的數字是錯 但也是這樣 那他沒有理由一個人去訓練 他也有很多人去幫忙 有有複鏈 有騎馬人 也有所謂的騎士 建習生 馬夫 九十幾樣人 那怎樣去訓練一隻馬呢? 怎樣訓練一隻馬 這件事 我知道 我看蔡馬傑說的 譬如馬回來 從基本的操練開始 教他怎樣被人操控 試襲 怎樣跑 怎樣練習他的氣量 怎樣收身 和食料 要習慣他怎樣被人操 而且要分別他的路程 沒錯 他分別什麼路程 固然有些是蕭相輸的 但多數都有些根據 譬如獸馬跑長途 短途好馬 通常都是大隻 所以很簡單 有一隻馬王 叫電子麒麟 我最記得當初出港時 董彪也有港馬 他說他的後裝 整張麻雀桌那麼大 這隻是怪獸 一出就爆爛 跑到屁股了 後裝這麼強大的時候 紅燒野草 可能很肉隊 對 等於我們 吃魚雞 吃雞 例如我們看那些 益勤褲 那些女生 整盆菜都放在那裡 放盆啤酒 不會倒死 以董彪平馬來說 這些就行了 明白 其實如果要做一個成功的馬房 你先說有些副教練 參馬人 其實騎士都要歸哪裡 以前呢 現在就少了 因為現在行公司騎士制 公司騎士制 馬會請回來 騎什麼馬房都可以 早年就流行主稅制 譬如我簽了你回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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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 優先處理 你可不可以騎 譬如鱷魚的倉 要得我批准 可以借賬的 借賬的 可以的 譬如那時候 減兵池最流行的 就是雷誠 很多人都聽過雷誠 一個最初期的南非頂級高手 然後高雅志 譬如我們剛才說的高東利 他最初是替他大佬告大力 就是做主任騎士 所以當時是流行的 有各具生態 我記得我媽仲在山的時候 他打發時間 除了麻雀和過澳門賭展 還有跑馬之外 我經常聽到他買無詩意 無詩意 那時候好像是港台 不知道誰說 說無詩意是扶手棍 但是變成了拿命去退 那時候無詩意 初期來 有個法國騎士 叫賓康念馬師兄主帥 孫詠欣的老公 是肥仔 沒錯 賓康就簽了無詩意 因為無詩意是他的徒弟 簽了他做主任騎士 當然是賭很多 因為那時候 賓康的成績都很好 他經常贏馬 但有時候 不是每天都那麼厲害 有時候可能都會輸一下馬 有時候輸了 博失了 那時候熱門輸了 就變成了拿命去走 贏就是扶手棍 明白 我們給一下無詩意的樣子 8號照片 8號照片 是無詩意的樣子 這個應該是退役的時候 嘩這個樣子 我認不到了 這是無詩意嗎 這是無詩意 我們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這個樣子 真的認不到了 這個樣子 我給他24個照片 好像不像 他的鼻子好像尖一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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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是一個高亞智 這個就是無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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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得他的鼻子 好像劉德華一樣 英鼻子 什麼國家的人 法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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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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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在賓刊 有幾個徒弟 然後就像無詩意 李格力 還有一個 我忘了 是不是我是不是那個 派少慧 好像是他的徒弟 但是 李格力跟無詩意 一定是李格力跟江碧 那些都是他賓刊的徒弟 引入過來的 明白 毛詩二有沒有幫過簡Sir騎馬 毛詩二有 後來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這麼弱問題被人停了一段時間 那時候毛詩二還有在香港騎馬 做了一段公私騎士 後來有一段時間他就久不久回來香港下串 公私騎士是很過癮的 他未必一定是一整季或者半季 可能來香港一個月 三個月 他們來香港玩 順便賺錢 然後有段時間 阿簡練馬的後期 有段時間請了他做主任騎士 明白 我們暖昏了 補充我們貧窮的知識 你怎麼看這個食力簡 是不是現在說到死者為大哥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香港無人可能會再出這麼勤奏的練馬詩 如果用整個馬圈來計算 如果要在馬圈數第一人的話 就一定不是阿簡 我自己選 不是阿簡 我會選擇大摩 或者愛倫 因為講念馬的級數 或者贏馬的功力 我覺得他可能比阿簡高一點 如果以華人來說 一定是前無古人 我覺得後無來者都難 為什麼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他的新界人 那時候新界人沒有那麼多東西賺的 為了一個英國開餐館 批薯仔 做後鑊 洗碟之類的 機緣巧合 他去英國賺錢 就想到他的餐館給騎士 還捉了他做訓練 做訓練的 沒錯 很奇怪 其實他那輩的人 貪他的矮勢 不是 貪他的勤力 因為我記得阿彪叔有一套電影 叫《馬神》 這是垃圾片 他都說 騎馬除了掛天分之外 也要勤奮 沒得懶 如果這個人不夠勤奮的話 你只能賺錢 會很快就玩完了 馬場專修厲害 整個馬場專修厲害 所以當時鬼屋騎士 看好他勤奮 例如他是四十年代出生的人 他那輩的人 很多人都去了歐洲 荷蘭 八十年代是三十年代的人 所以當時他去了歐洲洗大餅 拌餐館 其實就是因為在香港沒得賺錢 很窮 拘捕著遠走他方 他說什麼鬼屋都做 洗大餅也做 拌餐也做 他也是做過副警 他也是為了賺錢 他只是為了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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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踏了他也不可以回去醫 那回去醫就加入了賣圈 沒錯 因為踏了馬屋又聘請人 因為馬屋在七幾年的時候 他準備行職業化的年代 之前他也要籌備 不可以說這麼囚囚期 以前那些騎士是業餘騎士 可以是日常做個流面 晚上跑夜晚做騎士 會有這樣的人 所以可能他想著做一個準備職業化的話 就要一些有系統的人 而你這傢伙在那邊浸過鹹水 回來又懂英文 說了幾句英文 然後你又做到一些事情 這樣就很容易畫圍了 明白 其實你有沒有計算過 他一生裡面贏過多少場 800好像五十幾場 很誇張 記錄是代破的 在大摩退休之前 他是香港職業 最多頭馬的人 後來大摩是破了 記錄是任人破的 最高獎金馬匹的任人破 但是以他贏馬的風格 以及馬房風格 還有他整個人的處事方式 真是後無邏者 他的地位 華人倉裡面 我這樣說 高東來也不是那個護士 大家也知道 他有拿賊賊 戴黑鷗 還有咬茄 茄茄是比黑鬼賓州 很貴的 他說五六千元一磨 不是這些怎麼吃 他可能是黑鷗的食家 他有說過 他喝紅酒 我喝過那一隻 然後第二隻 又不知道什麼東西 沒什麼事 普普通通通想有空 濕口 吃點普通飯 就喝喝勒 他是這樣說的 所以他幾千元之的茄 他真的擔管 其實 為何可以做個聯辦師 賺這麼多錢 賺點錢 從哪裏拿來的 他就是這樣的 他可能透過休之後 事無忌憚 這樣說話 馬主幫他下銀 有片 明白原因 馬主幫他下銀 甚至他講 有人會幫他 說賺到外圍 他買進外圍 在馬會還擺到外圍? 現在的電算機 如果剛才出現了 在中間跑打比,我就知道是贏的 如果你是買了鱷魚,你幫我坐在馬虎的電算機那裡就熱了 買下去買外圍的啦 那些人幫你問,是否人家賭的? 是呀,人家賭,我們在這裏不賭的 不到錢的 那些人贏了錢就聰明了 明白,小花弄得我的照片和牌子都亂了 不要這樣說 我找一找那張照片給大家看 小花給20的照片給大家看 20 這個就是八週年紀念五評 金中金 這件衣服,我認定的話好像是 還有21那張 巴沙,是否李福心還是李福弦 好像那件衣服 金中金就一直打給 是紅衣服 紅衣服那件 紅衣服那件 金中金 沒錯 即是他第一次贏打給 噢,OK 我金中金國 這件衣服也是其中是響朵的事 他當年,為什麼會叫牙策鏈? 最初是叫牙策鏈的 因為在八十年代那段時間 好像八三四年 總之馬匯就做了一百週年 八週年紀念大賽日 有兩個杯 可能是長短途 金中金和中二寶 然後他拿著 即是搶著來做 對 即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兩個杯 他贏了 他贏了回來 當時他經常說 最初他當電話師 雖然那些鬼佬 雖然他講英文 但他懂得說廣東話 笑咎去做鄉下佬 噢,因為他是新界人 笑咎去做鄉下佬 你,你鄉下佬 你,你鄉下佬 你,你會念碼 你,你媽 怎麼會吊咎去呢 對著董彼 當然是講英文 但一咳嗽,你媽 那些 他經常笑咎去鄉下佬 你怎麼會說 你怎麼會說 跟著就 結果呢 他贏了錢 他贏了錢之後 拿著搭主 啊,鄉下佬又贏了錢 多麼大搭錢 代不完 所以呢 他整天在身上 十多萬 有個記者 去夜訪他家裡 拿些東西給他 他又在睡袋裡 拿了十多萬出來 突然間拿出來 他在三 好像你 吵吵吵阿春黛 在那裏的褲子 就丟了 沒有他 沒有他那麼厲害 然後呢 他當時 譬如他在1981年 做了第三年 他已經 買了第一部 Rose Ross 過百萬 那時候 一百萬是海馬三層 至少買三層美副新村 80年代 起碼二十二萬 八年三十萬 起碼三層美副新村 你想想他更加瘋 然後到時候 他贏了這場馬 當然更加牙策 我們這些 有食力的 所以從次 他為頭說不到實力 有食力 因為他又說 爬文爬武 又B-E-bra 所以那時候 那些報紙 不會說他串 用牙策 那時候是用牙策 說牙策沙塵 所以叫牙策簡 然後他說 我們有食力 有食力 自次之後 就變成食力簡 好了 剛才你說過 打比賽事 打比賽事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derby 打比賽事 是什麼意思 打比賽事 打你的大腿 你去跳舞 最喜歡打人的大腿 當然我不是 我沒有這樣 我會這樣做 但不好 痛的 痛的 打比就是 每一隻馬 一身人 只能夠參賽一次 那什麼重要的 四歲 對 四歲 無論你多高班 或多厲害 你只能夠一次 首先你要合適的時間 你要在那一年 你的分數 可以夠高分 通常最高分 你不能夠入圍 有上下 十四隻馬 你才可以參加到 你五歲做馬王也沒用 你五歲才成長 那你就錯過了大臂 一定要四歲 四歲的時候 夠時間去參賽 還要贏了某些賽事 累積到某些賽事 累積到某些賽事 的贏賽 固然 當年的馬會 是這樣的 你的評分夠高 你可以直接去跑打比 或者 你分不夠高 但要打比預賽 是 打比預賽 如果你 每個人都打比預賽 和 第一和第二名 第三名 我不敢肯定 第三名 第三名 也是 因為九幾年 那隻聖基跑第三 我中九十幾場 如果打比預賽 跑到頭三甲 直接拿到入場拳 即使你是不能夠分 你虧了很多分 你也可以在下個月的打比 通常香港跑到打比 就會在二月尾三月頭 快的了 現在慢慢退遲到三月尾 但當時就是二月尾三月頭 二月頭就會跑到打比預賽 每一個月時間去籌備 明白 打比賽的獎金是否很高 比一般的半季的頭馬氣氣 如果現在這樣算 就沒有邀請國際賽那麼高 但因為榮耀高 很簡單 譬如 你打四歲的時候 你剛剛說不及打比 你還可以在五歲、六歲、七歲 當馬王 贏國際賽 贏女王杯 贏九十幾樣東西 但你這輩子都贏不到打比 這是一個遺憾 沒有賽 明白 那你剛才是不是準備了 他第一場頭馬那場 你說的是簡衛魚的第一場頭馬 他第一次贏打比賽 你準備了嗎 這是簡衛魚的王泰 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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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再說多一點 我想看看你預備的那幾個人 好 這樣說 如果要講的話 要講到打比 我們先播打比這條影片 因為我們找到一條影片 就是把打比 我們剪在一起 就把簡衛魚池贏五次打比 五次打比 那個中點鏡頭 我們剪在一起 就可以播給大家 一起重溫一下 五次打比他贏了 他贏了五次 哇 很厲害 很厲害 他從年25年贏了五次 即勝出了百分之二十幾 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可以播給大家看看 待會再回來再說 現在贏了慶沙龍在外面 還有第二 金中金在外面上得很厲害 金中金現在過了 贏了出來 金中金敬王 金中金敬王 永豪現在又是衝上來 看看過不過得到敬王 金中金 好 現在這場就是剛才那場金中金 永豪敬王 證明了剛才那張照片 因為金中金這件衣服是黃色的 OK 現在就是你知幾時 你知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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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是我知幾時 都是他馬房 都是他馬房 全部都是他馬房 你知幾時 的確敬王牌之王 你知幾時 的確敬王牌之王 你知幾時 兩場都贏這麼多 這個就是 威尼高 198年的威尼高 威尼高 他已經頂不了 對 這場 我想如果以柬餅池 人們說打比 其中一隻 最能為人追蹤落度 就是生徒 生徒92年 他人打比 當時是唯一一隻 人打比 預賽 再贏打比 大賽 是沒有一個盲門 他是破壞了 當時生徒跑這場馬 是三個馬位 很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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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穩穩在內欄上去 這個十月先鋒 是一個很頑皮 動人的故事 我們再看這場 我們再說一下 好 十月先鋒 現在贏 戴頭那一隻 沒錯 哪一隻 你們怎麼認得 你想聽到十月先鋒 好 是他第五次贏打比 其實在2000年 有一隻叫做實業家 實業家的馬主 叫胡思樂 你一定會光顧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養實業家之前 有一個叫玩具大王 玩具大王 他專門做什麼呢 Star Wars的模型 你一定會給錢 他賺的 那他就買我份給 你一定會給錢 超哥啊 你啊 達明 因為現在胡先生 聽聞就是腦退化症 就停了釣馬 但是可能實業還在做 2000年那一年 他跑大比 當時已經跑到2000米的實業家 阿簡就跟馬主說 愈無意外 可以的了 做好穿漂亮的西裝 進來拉頭馬 你又要威了 你又要威了 那我要錢了 我要錢了 這樣說明 然後呢 馬主當然是很大盤道 誰知道騎士阿姆斯爾 就剛才說過了 他在入直路那一刻 他有一個錯誤的判斷 他打算搏內蘭 誰知道內蘭就塞一塞 頂一頂 塞了先機 再拉出中檔 就跑了第四 然後回來 一回來解馬安 阿姆斯爾就跟阿簡Sir道歉 然後阿簡Sir就跟唐馬主說 不要緊 明年和你贏 然後唐蒙斯爾說 行 沒問題 明年和你作棋 然後呢 說完的時候 好像不是安慰的 他真的幫胡思樂 買了一隻實業先鋒回來 然後實業先鋒回來 第二年 真的又趕一次跑打比 還要 你真的 剛才那時候 很容易贏 他當時是不知道故事的 是 蒙斯爾贏了實業先鋒 他很開心 瘋了他就開心 因為阿簡沒有尷尬他 還給我這個機會 再多一次 然後馬金訪問他 才由無私意說 這件事出來 阿簡Sir沒有尷尬我們 還跟馬主說 我們明年贏 你想想 現在跟你說 明年贏同一個杯賽 是很難的 我想問你 那些鬼佬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或者是 都不是說 那麼謙卑 那麼謙卑 被華人 還有一個矮子 那麼謙卑 其實他們受不受的呢 你說華人 那些鬼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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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去乎 他真的這麼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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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開謙卑 剛才他這樣說 他好像很包容 無私意 他也試過吊架 無私意 話說有一次 金剛是某一隻馬 我忘記了什麼金剛 我其實就在找這支 我不敢肯定 免得說錯名 那就是懶滿 懶滿 他可能是很謙卑 誰知道他博卑失了 他可能是很謙卑 他一發脾氣 一周章本買一包 扔了他到看台 大大聲說了句話 然後就被競賽董事 在那裡 立刻召見他 罰了十皮 是 史上賺貴的 趕出我的罰款 然後他回來了 他就問他 阿簡Sir為什麼這麼勞氣 很厲害 不可惜 明明很容易 他還說 講英文 很厲害 24一 可能是二十倍 他這樣說 他在那裡狂吵 無私義 但是 你就想想 他有時候 外面的人稱讚他 他會彈那個人 但外面吵他 例如剛才實業家 這樣搏第四 人狂吵老母 他就說 不要緊 明年再贏 謝謝你 即是他會判斷到 哪些人為 哪些人為 哪些人為疏忽 或者他能力做到 他做不到 而是他因你的錯誤來 去吵架人 你又變成了 你很失誤我 有幾次 他會吵架人 拉馬 他親自說過 也有些報道 譬如前任主席 唐敏生 唐敏生 他就是一個澳洲高手 但是 最初合作當然是無間 後來發現 他逃了 他就說 唐敏生 拉過幾次 所以他就不忍 不忍氣 所以他咳不忍氣 我有幾張照片 看看我有沒有找錯 你說有唐敏生 我就找一個唐敏生 但很遠距離 不知道是不是 現在胖得像豬一樣 現在肥得像豬一樣 我們給3和6 大家看看 不是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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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不會太高的了 好 我先回來 我們見到這麼多騎士 其實你可以說一下馬老師的馬房 哪些騎士是最樂於用 以及對他們很不錯的 好像雷誠曾經達到 你有沒有要做大手術 你說雷誠 因為當年武記草 好像當時馬會 裝飾的高層 忘了說錯了職位 就介紹給阿簡 這個男飛仔叫雷誠 叫雷誠 很厲害 你考慮一下用他 接著阿簡就簽了他做主席 他的騎工就硬朗得不得了 你經常說騎風硬朗 硬朗的意思是怎樣 董經常說 怎樣推一隻馬 首先你要一側下去 這隻馬是跟你的節奏的 不會跟他鬥的 不會玩你的 還有你夾得緊的那隻馬 讓他不會撞到片來片去 夾著他就先走直線 沒錯 夾得很懶惰的 我明白 怎樣夾著馬 用大腿內側 用大腿內側 一夾他 一夾他 夾得很緊 跟著 馬的節奏 即是馬頸 跑得很緊 要跟著推騎的節奏 還有你要有一個 距離感 衝中點那一刻 就像那樣 帶來贏就無所謂 短兵相似那一刻 就要衝中點 一倒下去 就像跑步 衝線一樣 雷城 當時就是一個騎工 出名在硬朗 誰知道 他不是跌倒馬 受傷 老震蕩 他不肯是騎下選馬 其實是金剛達馬房的馬 是出事的 所以老震蕩之後 就個人彎彎 當年他當然有保險 阿簡用了很多錢 找了很多名醫 醫治他 醫治好他 他曾經在九十年代 復出過 但就不可以 他不是在香港復出 他在南非復出 但就騎到一坨屎 當戶傳聞 是阿簡講名養過世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幫他贏了很多錢 可能是 有情有義 其實最初是有情有義 其實現在阿簡過世了 很多人都說 暗淺之外 其實當年阿sir幫了我們很多 很多 那些事情 然後呢 阿簡有一個情意 就是 他不再喜歡借騎士給別人 他不再喜歡 被他玩難了 這個混蛋 因為你 混蛋怎麼說 你騎我的馬 堂馬死都是我的事 我借給你 結果呢 減衛魚也是借出去的 所以阿簡不太喜歡借騎士給別人 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是否因為借了出去 人家騎的馬 是不是他馬房 不是啦 不是啦 那變成他不肯熟這隻馬 因為他沒有管 是啦 那變成了 還有呢 有時候可能那些人連馬來就鬼馬 或者真的有意外 可能那隻馬沒事 想贏得 誰知道 旁邊那隻鬼馬六 行船跑馬三分險 就像剛剛那次做Morning Girl 會說 上年12月的國際賽 後面那兩隻不是想掉 前面那隻斷腳而已 你沒辦法 所以阿簡有一段時候 他不太喜歡借出去 譬如 之後他再簽唐敏申 然後 他合作得最好的 高雅智也是南非人 是不太喜歡借出去的 高雅智就是我剛才出錯的照片 高雅智就是8號那張照片 8號那張照片 這就是高雅智 現在是做一個騎術訓練學校的 總監理校長 他以前是不是騎精英大師 他是騎精英大師 我看他7號那張照片 他騎精英大師 我記得這個馬三 因為他選了世界百大人物之一 他是一隻馬 不是一個人 搞清楚 當然是一隻馬 精英大師就是高東尼馬房 當時高雅智是高東尼馬房主席 但他簡直退休了 精英大師不用說 加全烏的馬 僅次於今春六十 我先播一播一段影片 其實這節也會超過十分鐘左右 我先播一段影片 給那條專訪的No.2 大家看一下 No.2 三十八 我口有自信 我口會尊重別人 我不是拆騎鞋 但尊重別人 譬如你是我的師父 雲言都是我師父 我不喜歡別人 就亡因負義那堂人 譬如我跟一個師父 當我說笑話 以前一個歐洲領馬師 我跟他,你放心 當我做領馬師,我永遠觸碰 你一隻馬也不會觸碰 我只是在外面,你安心 我不同有些人在背後 在背後做那些無謂的事 人的宗旨一定要有立場 還有,其他人都很不激烈,不膽笑 回來,你可以看到他雖然囂張 但問題是不能做一些古惑事,桌底事,屁股事 過名女樂一點 很簡單,這個世界有些人認得自己覺得自己很囂張 那叫做聰明 有些人認得,他可能表情很囂張 但實際上,有很多桌底的功夫 你不知道,等於有些人考第一 他們說,要不要溫習 但每晚坐通宵的人 我覺得阿簡就是那些人 當他有成績的時候,他就威風 剛才的尊師中道 一定是基本的 如果這個人太老闆,犯骨 他剛才在外園問 不觸碰他的馬 他不會叫他師父的馬 不要叫他過來 他叫他過來 或者叫對方才幫忙 古人精怪 很簡單 你這場大熱門,贏得 拉一拉,走一走 其實很簡單 你跑錯一個位置 跑錯一個位置 你就輸了 那我就有得益 所以這樣打不錢的世界 有很多古惑的事情 而阿簡也在吵架 剛才他吵架唐敏 他第一個副年人,梁錫倫 梁錫倫是他回來香港做煉馬師 安排的副年人 後來他90年左右做了煉馬師 也捲入了做馬案 然後他就釘了牌 他去過澳門 澳門也沒得到 我不知道 他很早去過澳門 他也吵架過 謝偉豪 外號的拼命三郎 又叫做大口仔 我找到謝偉豪的樣子,十四 十四 他也是跟過他賺錢 沒有錯 他也叫拼命三郎 其實很拼命 很危險 話說八十年代有一次 阿簡的鬥士 馬珠是林健樂 他就在沙圈裡跟林健樂說 你今天沒什麼機會 冷門沒什麼機會 不用怎麼看 阿簡馬上吵架他 因為阿簡事前 跟林健樂說 你今晚今天冷門 玩一點點 有些冷門的機會 結果這場馬就爆懶 跑個PACE回來 那是他騎還是怎樣 如果是這樣 他控制在他的手上 是啊 我用陰謀論 陰謀論戴頭盔 即是我是李師傅 我說這隻馬可以 你應該拼命 他拼命 可能他不想林健樂 倒這隻馬 或者林健樂倒得大 或者是 煮熱他 或者他外面有人在賭 因為謝偉豪 他在九十年代做馬 我也是壞人的 跑完那場馬之後 阿簡說 你以後不要騎我的馬 我替你走 然後還有一個 阿簡說 即是不正氣的人 就是張學勤 阿琴 我們也認識 給你第九的照片 九和十都是他的樣子 阿琴也有說過 那段時間 他有沉迷過野生活 沉迷過江湖中人 等等 阿簡好真人 就是不夠正氣 沉迷過江湖中人 星色犬 外圍佬 馬主 各樣東西 然後給了他很多機會 然後阿簡放下一句 這個人沒得救 然後就踢走他 其實 雖然我們認識他 以一個馬謎來說 張學勤的騎功是怎樣 很普通 很普通 未至於說 他背後回來 但是 不是很特別 譬如我現在這樣說 現在騎金槍六十的 那個叫何摘堯 這樣才算 其實那隻馬王 我跟馬圈中人 Mary Grant 他的騎功都很噁心 而張學勤的騎功 沒有何摘堯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 因為騎功 你怎麼看他很遠不找他 因為我很崇尚歐洲式騎法 歐洲式騎法 黑人式騎法 他補得很低 推騎的節奏 即是人的騎法 馬頭就比你的頭高 沒有錯 因為董彪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看 《賽馬雙周刊》 還有一本東西叫做 《賽馬雙周刊》 除了提示 講平馬 會講理論 推騎的時候 一推過 那個馬頭 那個人頭和馬頭 是平的 即是馬有一個鬆 馬後面那裡 不是馬尾 馬頸的毛 你先成績 而且他屬於長僵城 即是馬頸很緊 令馬很不舒服 很自然 而澳洲式騎法 便是 不斷打 車輪 不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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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馬這樣 哪裏就走 九十年代 有兩個騎師 高慈和迪克文 整天被警察導師警告他們 或者罰購他們的錢 一約束 那些馬回來 損人 雙人 所以 歐洲騎師 是比較少的 所以 他在說到哪裏 我講究 很簡單 我現在在說 就算是何宅堯 我都說 我用回華人 我用高東尼 高東尼其實馬 沒有那麼高的 沒有那麼高的 他還沒叫做 如果用董彪來講 都明明是 捕得低 只不過 衰點 這樣說 馬好 而張學勤 我覺得有一點點 兩頭不到旺 那一開始 為什麼阿簡這樣看他呢 其實 他是很神童 很小的騎馬 情況就是這樣 很多人都很小 都開始騎馬 但是 每個人就好像 你接觸的人 最初接觸的時候 很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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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後就是 跟著學了 勞飲成功 主角功 標動 又或者可能 跟著神棍 贏了兩場馬 就有些粉絲 那時候就 爬了 很順便 很簡單 張學勤 在我們的節目講過 他試過一個禮拜人200萬 是 九十年代 一個禮拜人 對我們來說很厲害 李師傅1981年 是100萬買一部車 他一批阿賈 阿賈 所以 你就這樣沉迷了 你就迷失了 所以他這麼喜歡 其實有些人很喜歡 比如他很喜歡 高雅智 高雅智是一個 不說話的人 就算你認識音樂 他說話 一句起兩句子 阿賈就喜歡 他最厲害的就是 他的員工 馬夫騎馬人 副練 建習新主任騎士 都是不能可以立暖 未經他同意之下 跟外界說話 是的 你有說過一件事 他不能喜歡 他馬房工作的員工 接受這些傳媒去訪問 甚至馬豬來到 譬如說 高雅智 我的馬行不行 高雅智 他不敢亂回答 都是等阿Sir回答 因為阿Sir說完 他就是董瑞 你不要亂說話 試過有一隻馬 叫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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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他叫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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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再贏了三場 他一點都不可惜 你走開 你不能教我 練馬惡專業 臭小子我才請教你 我們看第二條片 即2號那條片 訪問的第一 我們結束第一節 再回來講講 可能簡Sir的其他事跡 或者簡慰如 一定要穿密多一點 我們看看訪問的第一條 那時對 因為日本時對 我們鄉下有很多 那些日軍和英軍 那些馬 看到幾怪 不過那些馬 都不是翠馬 即是我的舅父之中 即是外舅父 即是管理馬匹的鋼中 即是氣體都挺好玩的 那時候我的對馬 那些又肥又大 沒有什麼用的 那你知道 一九五幾六幾年 新界 根際是非常之差的 大多數我們流亡海外 即是移民 即是 找工作做容易一點 以前根際環境不好 所以一個偶然機會 即是自己想 如果我們在餐館做 最多去幾間餐館 沒什麼意思 又這麼辛苦 捱十幾個鐘頭 是吧 所以如果養仔活兒 就要賺錢 沒有錢 那樣養仔活兒 我選了一條很鎮角的路 就跑馬 就跑馬 我選擇 那些人 都會想到